刚才说的希望田野上那歌里唱的那么美好 你说他何必第一个何必离开农村 第二个为什么不愿意回去 因为眼下农村在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充当了一个被城市掠夺的对象 城市里掠夺了农村的土地粮食空气水 甚至美女都给裸到城市里面去了 农村现在的状况跟现在的城市比起来 相对比起来 比我小时候那时候差距要大 有一个最突出的势力 就看出农村不仅在资源上被城里掠夺 其实在尊严上也被城里人歧视 在我小的时候上小学 我们搬来了一个农村孩子 他父亲调到城里工作来了 那么这孩子我们围着他觉得新奇 这孩子经常说 你们认识什么是麦子吗 认识什么是大豆吗 我们都不认识城里孩子 你到河里摸过鱼吗 到山上抓过蛇吗 我们都不会啊 觉得可信心了 很崇拜 这是我小时候 现在你再看看小学里来一个农村孩子什么样 这农村孩子跟看天书是这些孩子 知道什么是变形金刚吗 啊 知道什么是麦当劳肯德基吗 他不知道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教育思想里边 也有一些严重的功利思想 轻视农村带来这种自然主义教育 而重视我们城里上这种书本上的财富教育 所以这一切现象都最终决定了 这些涌入城里的这些农村子弟 他们大多数处在一种平二代的生存状态 所以我说解决这类没受过高等教育平二代的问题 必须先解决一个教育起点的公平 得允许他们在城里来参加高等高考 允许他们在教育的起点上 就把这种不公平弥补平衡 或者要么采用第二个办法 你现在把中国的农村振兴起来 真正的让农村就地城市化 而不是让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来完成城市化 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说 这都是我们现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 不算卖的太快 你卖的太快有些东西就跟不上 近年来 很多大学毕业生发现 决定他们就业状况的不再是成绩能力 而是家庭背景是否关系 套用一句网络用语 找工作变成了比拼父辈财富和权势的拼爹游戏 有一个好爹可以让他们少奋斗一辈子 曾经某媒体有这样一项调查结果 在各地高校的500名受访者中 有70%的人认为 在就业应聘中 过多过少遭遇过来自家庭状况的压力 65%的应届毕业生表示 最担心家庭状况 使自己在求职应聘中处于福利地位 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 我们看 有的大学毕业了 上了学了 就我们说家里也穷了那样的啊 上了学了 可是他们上学呢 很少的一部分是上了重点大学 部署大学 相当大部分的穷二代上大学是省属大学 就非重点大学 那么毕业以后我们也知道 自打99年扩招以后 大学生满大街都是不吃香了 找个工作特别难 往往毕业即失业 毕业以后没有一个好爹 我也没找到好工作 在城市里逛道逛道来 逛道来逛道去成了乙族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是什么原因 把他们推向了这个地步呢 我就说一个终点的不公平 就我大学毕业了以后了 来到了这个社会上了 教育已经完成了 走入一个教育终点的时候了 这时候出现一种不公平 在择业就业的过程当中 由于没有好的人脉资源 我不能够拥有一个正常的岗位 这个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 我们倡导说每个大学生 你自个创业去 可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大学生 愿意考公务员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公务员真的是特美好一个职业吗 倒不见得 关键公务员在于他稳定 他不直约动 收入是固定的 有保障 所以考公务员人这么多 是最公平和稳定的一种渴望 他反正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某种疾病 那么这些人里边就有相当大一部分人 属于平二代 往今来都是 教育是解决公平的一个重要方式 教育也是穷人 获得上升渠道的重要方式 咱们都知道过去 由奴隶制转上封建社会的时候 有个显著一个特征 一开始的时候世西 那么开始的时候是世西 可是到了汉代的时候呢 这个情况就改变很大了 汉代一开始还是 刘邦白马盟会当中讲 叫非刘不亡 非公没侯 就是不是姓刘就不能封王 姓刘才能世西 可是后来大家发现这个弊病 你世西你这个官始终是你家的 可是儿子不一定有爹贤明啊 尤其家里条件好 娇成惯养更晚 所以后来聪明的中国人 发明一种制度 就是说世西的只是少部分 而且即使你世西也是这样 你的下辈比上一辈要差一等 你比方清朝时候 那种世西网替一直不差的 就那么几个铁帽子王 这铁帽子不改 国家养着你 剩下大多数世西是什么呢 公猴脖子男 你比方说贾宝玉 他爷爷那辈是猴 倒往下辈就脖 再往下就变成男爵了 这是中国人一个聪明 第二个聪明 发明高考 我说这高考是古代高考 就是科举 什么意思呢 科举能够把最贫穷的人 拧有上升通道 而且能在这里选拔人才 他可能比世西那些人才更好 因为他不娇生惯养 苦孩子出身 所以说科举我认为是中国人献给世界的第五大发明 它使下层人有了一种上升通道 那么同样在西方也是如此 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也认识到这个现象 贵族的孩子必须要经过教育 才能进入到 他的上辈人进入那些领域 这就保证了贵族的孩子 好多他不是窝能飞 要不然交成惯养 容易出窝能飞 所以教育是改变人命运 一个很好的方式 咱们过去有句话 叫知识改变命运吗 这不也是 可是今天 在当今的中国 这句话得打折扣 扩招号的高等教育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 具备含金量了 曾经这条能让平二代 脱离苦海的康庄大道 如今已不那么豪躁 甚至被钱拳毒死 高等教育的文凭 在现今社会满地都失 这种扩招号的高等教育 并不能起到平二代 上升通道的作用 反而引起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我读大学的时候 都是免费的 每个月家里可能 拿一点吃饭的钱 学校可能还发菜筋补助 各种各样的补助 但是从99年全面扩招以后 我们看教育产业化 学校里收的学费非常贵 造成原来就穷的人家 上不起大学 没钱上大学 现在我们教育部 有了绿色通道这些 也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 穷人上大学的问题 因为你除了免得学费 免得砸费 他有生活费 而且家里头可能非常困难 希望这孩子成为家里劳动力 他有些现实需要 所以说99年扩招以后 是相当一部分 交不起学费 经济困难的学生 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时候大学生天之骄子 没扩招以前 比较稀罕的 是不是 那么我即使是一个穷二代 我到了学校 毕业以后 好几家单位抢我 我也有一个相对美好的前景 可是现在扩招以后 什么人都能上大学 还学习不咋地也能考大学 大学被严重的稀释了 那个本科文凭已经不值钱了 不少的学校等于你教学费就能上 所以这时候有权有权人的子弟 想获得一个本科文凭 也轻而易举了 那么好 都是本科的 在这一个线上 八仙国海各显神童 我爹有能力 我爹怎么在那 我就会获得更多资源 我就会抢先进到社会的上层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们会发现 扩招以后的高等教育 在某种程度来讲 已经不能解决 平二代上层通道的问题 反而带来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前不久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轻人 在网络上公开表态 不愿生育成三代 理由是 群二大的孩子 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 注定要在艰难的环境下 挣扎的生活 面对现状 我们如何努力的去缩小贫护差距 慢慢的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呢 那么我们也看到 其实大家议论这个贫二代 受过高等教育的贫二代 毕竟比没受过高等教育要好 受过高等教育的贫二代呢 网上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讨论 也是 我不能给我老公生孩子 我这一月挣多少钱 我老公挣多少钱 我们这贫二代养 贫三代 我们养得起吗 负责任的 我们就不生孩子 是说一点这个 这说明两个人的生活还过得去 只不过再添一个口儿 受不了了 这样怎么着 也比没受过高等教育 贫二代要强 我还记得 去年的时候全社会议论倚族 说他们在北京最边远的郊区租房子 住的平房条件很差 我当时就想了 为啥大家同情倚族啊 为什么倚族这种可怜的情况被发现了 那不是因为他们是大学生吗 有人认为大学毕业生该怎么怎么样 可是你要到建筑工地上 看那些纯粹的农民工 你看那些建筑工人住的条件 还不如倚族呢 那为什么倚族有人关注呢 还不就是因为他受过高等教育 他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吗 所以说我们关注这个事情 我认为 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穷二代 我们是在社会高层阶段 去完善各种公平政策 可是没受过高等教育那些贫二代的现状 却需要我们从基础上去完善 我们没有做到的社会建设的层面 当然了 我们现在的政府呢 也在积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 来平衡这种贫富差距 来尽可能不让贫二代这种贫穷基因 一辈一辈的往下传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 身为贫二代 我们与富二代比起来 没有背景 没有关系 难道这就成为我们注定不能成功的 唯一考量吗 显然这样的出发点值得商榷 事实上 面对资源的不公 贫二代并没有理由去仇视富人 我们更应该做的就是调整心态 提高自私能力 积极面对生活 并且在心中树立一份信念 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 那作为处在困境当中的贫二代 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想我们最首先呢 应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这个平和的心态啊 是两个层面意思 有的时候是你的生活不如意 你感到很痛苦 但如果你整天就想着不如意的事 那么你更加难以摆脱痛苦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 自己努力上进 抓住生活当中可能出现了一切机会 你比方前一阵有这么个事 有一个歌手啊 他自称是穷二代 他写了一首歌就叫穷二代 然后他带着这首歌呢 到了一个选秀节目 就到那去表演去了 小在呢 我是那个选秀节目的评委 我听了他当时演唱的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是为什么写这个啊 我就是穷二代 我爸妈妈都农兵工 我说你写这个动力什么 他我一天看了些富二代 我就恨 他们在那炫耀 我说这个可能就是你不对 富二代炫耀由他炫耀去 你看到他炫耀 你很痛苦 说明你很渴望他那种生活 你越渴望他那种生活 越达不到 你就越痛苦 为什么不立足你眼前 不眼前的事一点点做好呢 这才是平和的心态 你对人家富二代是羡慕嫉妒恨的 这样的心态不利于你摆脱眼下的困境 所以我想 这位穷二代先生出现的一些心理的问题 也可能是很多穷二代身上有的 往往这种心情会给你带来仇恨 郁闷 最后甚至抑郁 所以我说 眼下处在穷二代环境当中的人 不应该总去想到这些 抓住生命当中的机会 努力去奋斗 那好 最后呢 我们来听听这个穷二代歌手 写的这首歌是怎么样描写 当今穷二代 我们都是穷二代 广大的陆民国 自己我们是安静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